接著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跟你說什麼 RNA上某段氾氮剪輯的序列長這個樣子 OK他叫做AGU CAC AGCU 然後他跟你說合成這個RNA的DNA 他叫你回推DNA的序列到底是什麼啦 那聰明的你 你要講得出來喔 以DNA來講他的氾氮剪輯主要是什麼 是不是A跟T互換 那C跟G互換對吧 好啊如果以RNA來講 那聰明的你RNA會是什麼 A跟U互換 然後我們的什麼 一樣後續一樣喔 C跟G是互換的 所以我今天序列如果講這樣的話 那我跟你講我要回推我的DNA A應該跟誰搭配 A是不是就應該來DNA 是不是要跟T搭配 所以第一個是T 然後再來呢聰明的你來G是要跟C搭配 所以我就跟你講這應該叫TC 那U呢 U要變回什麼 U會是不是就變回A 所以是不是TCA 然後G 然後A這邊要變成T嘛 所以這邊是不是叫TCA G G TG 這樣OK 好那孩子我跟你講 最常見喔 我們跟你講遇到這種題目 通常這樣寫出來之後 我們就直接幹嘛 你不要真的毛起來就開始 喔老師我就開始 然後把它全部都寫完 寫完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不用真的寫到底 我們大概 就老師來講 我們可能就這樣先寫個5個6個 然後來看選項 有沒有一樣的 我就可以選了 懂我意思嗎 所以來TCA GTG 那TCA GTG 是不是就B選項了 剩下的好像都沒有這樣耶 對不對 所以你看是不是就看個5、6個 其實就能判斷了 所以答案選擇什麼 這題答案選擇B選項